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都可以听见吧 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透过这样的视频的方式 和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在你生命中 最宝贵的是什么 你想到最宝贵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现在今天是2月27号 2月份过年 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 在今年的新年当中 你应该没有什么很多的机会 去见到你的亲朋好友吧 那可能通过电话 通过不同的方式去问候 你说的祝福的语言 最多的是哪一句呢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可能你的回应会说 哎呀 应该是身体健康吧 对不对 今天可能 此时此刻还要加上一句 愿世界平安 现在真的是觉得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世界能够快一点恢复和平 更重要的是 有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神的话语 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那在今天讲到以前 我们先一起同心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相信 你的话语和你的道 永远不改变 也谢谢你把我们的信心 能够建立在你话语 你真理的磐石上 虽然世界千变万化 但我们必因着你自己 赐下的宝贵恩典 常常得着你那 永不更改的真理 来喂养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爱当中 越发的坚强 越发的强壮 愿主听孩子们的祷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阿们 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 我们首先看第一大点 要喜乐 持守真实的信仰 那我们先一起 你在家里面也可以一起同声的 朗读这六节的经文 最后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靠着主习乐 我写这些话给你们 在我并不困难 对你们却是妥当的 你们要防备 提防那些狗 提防作恶的 提防行割礼的 其实我们这些 靠神的灵来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而不倚靠肉体的人 才是受割礼的 虽然我有理由 可以倚靠肉体 如果别人认为 可以倚靠肉体 我就更加可以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 属于以色列民族 变雅敏之派 是西伯来人 所生的西伯来人 按着律法来说 我是个法利赛人 按着热忱来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按着律法上的义来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保罗开始就说 最后我的弟兄们 那这里呢 有留意 这不是指最后 书信最后结尾 不是这个意思 何和本的翻译呢 它是这么说 我的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要靠主喜乐 就是要在主里面喜乐 而且是用命令的语气 要菲利比教会的信徒喜乐 在主里面喜乐 乃是信徒喜乐的源泉和根源 我们真正的喜乐 是从主耶稣而来 任何的环境 都不能够夺走我们的喜乐 大家可以留意下经文 第一和第二节 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两件 很重要的事情 一是喜乐 二是提防 这两个字呢 它都是命令仪器的 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保罗劝信徒要提防 是怎么一回事 但保罗却是先 劝信徒要喜乐 在提防之前 先劝信徒要喜乐 想问我们是否比较欠缺喜乐了呢 观望今天的香港 在第五波的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新闻上的数字 每天数以万计的人感染 也有人离世了 因着感染的病情 我们在观看世界的整个的局势的动荡 战争的炮火 正在乌克兰的上空回响着 此时此刻 面对着三分的天灾 七分的人祸 你跟我 我们还有喜乐吗 我们还能够喜乐起来吗 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要知道保罗写 腓立比书信的时候 自己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坐牢 但是保罗却靠着主 就有满满的喜乐 喜乐是基督徒 内在的属灵的品质 是从神而来 是圣灵的果子 它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和环境的瑕疵 这个词语 单单在斐立比书 就出现了二十几次 提到这种从里面 由内而外散发出 本质性的喜乐 喜乐这个词语呢 它还可以翻译成 高兴啊 欢喜啊 快乐 和问候语等等 在新约其他书卷 例如 马太福音二章十节 这个字就翻译成欢喜 他们看见那心 就大大的欢喜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九节 他就把喜乐 翻译成平安 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当中 就是翻译成喜乐 还有腓立比书 二章二十八节 就是我们上一两次的 北历比书的讲道里面 他也是翻译成喜乐 保罗有喜乐的生命本质 虽然他是在监狱当中受牢狱之苦 但我们发现他却是喜乐满意 因此保罗就说 他这么说 他经文说 在我并不困难 对你们却是妥当的 的确 在保罗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他的喜乐不是从环境而来 他的喜乐乃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 非常非常要留意的这一个关键的词语 在基督里的喜乐 是的 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就没有能力胜过逆境 曾经有一位属灵的长辈曾这样的教导我们说 要喜乐 就必须从神的眼光看环境 而不是从环境的当中去看神 环境会局限我们对神的认知 从神的眼中看环境 我们就有那一份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逻不走的喜乐 接下来保罗话题一转 他反复使用命令语气的动词是哪一个 你们要提防 就是防备 保罗要斐利比信徒提防谁呢 保罗又是如何称呼这一般要提防的人呢 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 你们要提防那些狗 提防作恶的 提防行割礼的 提防的意思就是什么 一个字 看 或者它还可以翻译成 专心注意 这里是具有高度警戒的意思 保罗用了三次的提防 提防 表明了什么 重要性 我们有说过吗 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为了要分辨真假 以防备假教师潜入在教会当中 提防这个字 他在马太福音 在其他的新约书卷里面也出来过 也翻译成 比如说有翻译成看见 也有翻译成是谨慎 还有翻译成要小心 我们会思想 到底这一批人是谁呢 令到保罗那么严厉责备他们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 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称呼 来显出他们的特征 那三个特征呢 第一个狗 第二个作恶的 第三个行割礼的 那他们呢 就是主张外邦信徒呢 必须受割礼和守律法 才能够得救 这批人就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 就是一些犹太人 虽然信了耶稣 但仍然主张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 这里呢 有小小的背景 对犹太人来说呢 对犹太人来说呢 狗带有贬义词 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 因为犹太人认为 只有他们才是神的第一选民 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族类 在保罗身处的世界 狗是被认为低下的动物 是受到人鄙视的 不像我们今天 在我们家中被养的宠物狗 但现在 在保罗的眼中 这些假教师 也就是这些犹太主义者 就是不洁净的 和狗猪一样 因他们所传递的信息 令到纯正的福音 受到了污染 第二个 提防作恶的人 这里就是强调 做事情的人 他的邪恶 邪恶的本性 第三个 提防行割礼 行割礼 是带有 这里这个字 行割礼 是带有残害 毁坏 伤害的意思 这里的行割礼呢 与犹太人 所用的割礼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 这些人相信 信徒加入教会的途径 除了相信基督之外 还要守摩西的律法 保罗在各地传福音 深受这些人的干扰 甚至 对有些教会 造成相当大的纷争 离弃了纯正的福音 加拉太教会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保罗写信 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 当中提到 他说 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 这么说 竟然这么轻易地离弃了 借基督的恩典 选招你们的上帝 而去随从另一种福音 保罗在这里的话语 是非常的不客气 不客气的 而且是谴责 谴责这一批的假教师 这节的经文显示了 那些遵行 那些遵行 犹太教主义的人 极有可能的 他们对保罗的事工 和对归信 归信耶稣的 菲利比信徒 有破坏性的影响 保罗必须严厉地去 责备他们 那我们要问 什么是真割利 刚刚提到的 他们是行割利的 这不是犹太人传统的割利 那我们要问 什么是真割利呢 要知道割利是神 与犹太人立约的记号 是神圣 而且是庄严的 在创世纪十七章的 九到十节里面 耶和华神 与亚伯拉罕立约 经文里面提到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利 这就是我与你们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在罗马书当中 保罗也提到割利 经文二章二十八节的 罗马书这样说 因为表面上做犹太人的 并不是犹太人 在肉身上表面的割利 也不是割利 唯有在内心做犹太人的 才是犹太人 割利也是心理的 是靠着圣灵 而不是靠着遗文 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而是从神来的 真割利是在心里面的 真受割利的 就是那些相信耶稣 因性称义 加入基督教会的信徒 真割利他有一些的特征 保罗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 写得很清楚 第三节的经文这么说 其实我们这些 靠神的灵来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而不倚靠肉体的人 才是受割利的 我们看到有一张表格 假教师的特征 与真割利的特征 显然的在我们的眼前 真割利的特征 靠神的灵来敬拜 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来敬拜 不是单靠外表的遗文 而没有圣灵的工作 第二个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只有基督才能够使我们 在神的面前被接纳 不是靠行为的好与坏 只是只要靠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不需要加上任何的外加条件 第三个 不依靠肉体 肉体 大家可能就会明白 肉体就是指人 与生俱来的本性本相 老我也就是老我 依靠肉体呢 就是靠自己 对于那些信奉犹太教主义的假教师 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本身的条件来称意 但保罗却在这里严厉的斥责他们 若是要按照他们的标准 保罗更可以依靠自己纯正的犹太背景 第四第五第六节的经文 我们看 虽然我有理由可以依靠肉体 如果别人认为可以依靠肉体 我就更加可以了 我第八天授歌礼 属于以色列民族遍亚敏之派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按照律法来说 我是个法利赛人 按照热忱来说 我是迫害教会的 按照律法上的义来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按照血统上 保罗是纯正的犹太人 他不是后来才归信加入犹太教的 他出生的第八天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受了割礼 我们知道17章也讲过 以色列的创世纪17章有这么记载讲过 以色列的男孩在出生的第八天是要受割礼 而且保罗说 他是遍亚敏之派的人 要知道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就是来自遍亚敏之派 在语言和生活的方式上面 保罗他都是西伯来人 所以他称自己为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他是境前的法利赛人 遵守严谨的律法 但这并不等于说 保罗在神的面前完全是个完全人 可以称为义 要记得当时 当时还为信主的保罗认为教会是异端 他就为了维护犹太教 大放热心的去逼迫教会 单单从遵守摩西律法的那个态度 认真来讲 保罗是一丝不苟的遵行 而且无可责备 我们想一想 保罗讲这些难道是要夸耀自己的背景吗 当然不是了 其实保罗是在说 人的成就不管有多大 都无法在神的面前去赚取个人的得救和永恒的生命 有一位牧师 他常常去楼下的一家理发店剪头发 常常向理发师就传讲白白得救的福音 救恩的道理 这个理发师总是会找一些借口去 婉转的去回绝他 这个理发师会说 他说 我尽力做好就可以了 我尽我最大的力量做就好了 不需要上帝白白的恩典 那有一天呢 那位牧师理完发之后呢 就对理发师傅说 他说 师傅 我可以帮你忙 替你的客人理发吗 理发师说 牧师 你讲道就行 但是你不懂得理发的呀 牧师说 没关系 我尽力做到最好就行了就够了 理发师说 牧师 你做到最好也不够好的 客人是不会接受你替他们理发的呀 这理发师的确讲得很对 即使我们在神的面前 尽力做好 而且是做到最好 靠自己的能力 也不能够恢复 所亏欠的神的荣耀 这里我们要很清楚的一点 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 人可以做的 就是白白的接受这份的恩典 然而 接下来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 有了180度的改变 也进入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 要知道 为要得着基督 我先念出7到12节的经文 然而 以前对我有益的 现在 因基督的缘故 我都当作是有损的 不但这样 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因为 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为了他 我把万事都抛弃了 看作废物 为了要得着基督 并且 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 就是基于信心 从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死 这样 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而是竭力追求 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这段的经文 大家是否听得出 保罗给我们每一位信徒 亲自上了一堂价值观重整的课程 保罗的过去与现在 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真实地体会到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写到的经文 大家一定很熟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弟兄姐妹 你信主有多久了呢 信主前和信主后 你的生命有了哪些明显的改变呢 在我信主以前 我其实是一个很害怕死亡的人 我最怕去的地方就是去医院 还有去殡仪馆 去参加丧礼 我只要一走进殡仪馆 我整个人就会透不过气 特别是闻到那些的味道 我真的是会窒息的感觉 信主之后 知道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特别是主耶稣带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让我也知道 在我心中所住的那一位 要比世上的一切更大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位传道人 可能去医院 去参加丧礼的机会 真的是多了很多 但每一次 当我一想到住在我内心的主耶稣 要比世上的一切更大的时候 死亡的恐惧就慢慢的退去 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在我的里面 我相信如果这不是我认识主耶稣 我是永远都克服不了这种的恐惧 与害怕 在第七节的经文 保罗也有一个很清晰的对比 以前是有益处 是因着认识基督的缘故 现在就当作有损 不但这样 保罗说 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什么是万事呢 就是全部的事情 也就是每一件事情 因为保罗说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至宝 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至宝贵 至高的 为了主耶稣 保罗把万事都抛弃了 抛弃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译 是抛弃 但是这个字呢 于第七节的有损呢 是一个 我们说是同源字 来自同一个根源 也就是说 保罗把 全部 每一件有损 有损的事 有损害的事 都抛弃了 而且是 看作废物 那保罗这样表达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 为了 要得着基督 保罗强调 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 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认识基督 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人 最终极的目标 不但如此 并且 并且第九节 得以在他的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 而得的义 而是有因信基督 而得的义 就是基于信心 从神而来的义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里提到的义 是什么 何为义呢 义这个字 它解释为公义 公平 公正 义这个字 就是在神的面前 被看为公正 被看为正 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 保罗清楚地提出 无论是你去 很严厉地去 严守住律法 做一些苦待自己 好像一些的苦行僧一样 如果是靠自己 去遵行律法 那就是自以为义 你去遵行的是 自己以为的义 这些都不能使我们 与神 有正确的关系 唯有借着 信靠耶稣 接受他 所赐的义 才能够 使我们 得以称义 罗马书的 整卷书的核心 也就是带出 因信称义 格林多后书 五章二十一节 也这么说过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 在他的里面 成为神的义 使我们 第十十一节 十二节 最后的尾声 使我们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大门 并且在他 所受的苦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死 这样 我也许可以 从死人中复活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和基督 复活的大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所讲的 真的不是 单单 头脑上的认识 头脑上知道 我们很多 我们真的信了主 很长的时间 或者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但我们的生命 真的有经历过 耶稣基督 在我们心中的 那份的平安吗 这里所讲的认识 是讲与主耶稣 那份的关系 经历上的认识 生命里面的经历 认识 还有一个翻译 在马太福音 一章二十五节 认识基督 这个认识这个字呢 它翻译成同房 是夫妻之间 那这就是想说什么呢 形容关系的 非常之亲密 认识基督 基督 保罗在这里提出 我们信徒 与基督的关系 是那份 非常非常的亲密 是透过主耶稣 基督复活的大能 保罗还记得吗 大家 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与复活的主耶稣相遇 他的生命就有了彻底的改变 使他能够把目前所受的苦 大家刚刚留意 保罗写腓利比书的时候 他是在罗马的监狱 他正在监狱的当中 使他能够把目前 他自己在监狱里面所受的苦 与基督受的苦连在一起 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 有份受他所受的死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有预备这种为主受苦的心智呢 或者我们是会选择性的去受苦呢 保罗更提到了一个复活的大能 复活 主耶稣的死 主耶稣的复活 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最大的盼望 最后保罗说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 已经完全了 而是竭力追求 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 耶稣基督 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 赢得了保罗 也是为保罗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现在的努力 就是为了耶稣所设立的目标 向着这个目标 向着标杆去奔跑 竭力追求 没有停止 属灵的追求是没有停止和没有止尽的 今天我们是否要回到经文的里面 保罗提出的两点 要喜乐 使手真实的信仰 要知道 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可以思考两个问题 今天 面对瘟疫 战争的发生 你还有喜乐吗 你还相信主仍然在掌权吗 第二 我们是否还依赖我们天生的才干能力 身份地位 可能是外在我们还可以倚靠的钱财 我们事业方面的成就来夸口 侍奉神呢 有没有什么东西 现在正拦阻了你去追求得着基督呢 弟兄姐妹 借着今天的神的话语 亲自地来对我们每一位说话 我们一起同声地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在这末世的里面 有你的话语 安定在天 我们的心就平静安稳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你的手中 没有你的应许 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主耶稣 谢谢你 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我们都有这份的喜乐与盼望 因为这不是来自于世界 乃是从你而来的喜乐 更让我们不单单头脑里面 知道你的话语的宝贵 更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 你话语的丰富与满足 谢谢主 祝福我们每一位 无论是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都感谢赞美主 谢谢主 听孩子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